二哥 二嫂 哎 小妹 妹夫 你没来就来呗 带什么东西啊 二哥 我们家也没什么稀罕东西 这是刚从地里挖的菜 拿过来给你们尝尝鲜 行 一会儿啊 让你嫂子多炒两个菜 我跟妹夫啊 好好喝点 炒什么菜炒菜呀 多加两碗水 煮个汤面不就行了 是啊 哥 都是一家人 就别让嫂子忙活了 我来啦 小妹 妹夫 你们比我先到啊 大姐 你来啦 东西给我吧 大灵呀 快去杀只鸡 咱们今天呀不吃汤面了 咱们炖鸡吃 不用这么客气 做点家常饭就行 咱们呀 都是一家人嘛 哎 姐 那可真不一样 姐 你先坐 我和大灵呀去厨房准备准备 我告诉你 一会儿小妹和咱们借钱 你千万别借给她 去年跟咱们借的那三万块钱 还没还咱呢 可是毕竟是我亲妹妹呀 我告诉你 亲爹也不行 今天你要是敢把钱借给她 我就和你离婚 二哥 二嫂 我有话跟你们说 怎么了小妹 你说吧 二哥 这些年我们也确实挺困难 多亏了你和二嫂的帮助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这些年我们也缓过来不少 这些年我们也缓过来不少 这些钱还给你一点一点 都是一家人 点什么点啊 我还不相信你 哥 这两年我们种地收成也不错 我往里面多加了两千块钱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钱不能要 为什么不要啊 这是小妹的心意 你不要 她还不高兴呢 二哥 二嫂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你们帮助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感激你们了 不客气 大姐 你家那个学区房 是不是还空着呀 大家都别站着了 过来坐下说吧 大姐 你看小宝也要上学了 你这做姑姑的 能不能把房子过给我们呀 等小宝毕业了呀 我们再还给你 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我回去跟你们姐夫商量一下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姐 你家大业大的 拔根汗毛啊 也比我们腰粗 姐 你放心 这过户的费用啊 由我们来冲 弟妹啊 你听我说 有太多的家庭 都是因为这种事情而闹翻脸的 我不想用我们的亲情去冒这个险 姐 你是不是怕我们捅你房子呀 你弟弟什么人品 你不知道吗 你每次回来 我们不是大鱼大肉地伺候你 大烦你有点良心 你整天这一处那一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哄我干什么呀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够了 一个是我亲大姐 一个是我亲妹妹 穷的你看不上 富的年少占便宜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俗话说得好 穷不走亲 富不返乡 给你借钱 你就冷眼相待 不借给你 你就翻脸无情 难道兄弟姐妹之间 就只有利益吗 不借就不借嘛 干嘛这么说我呀 行了二哥 嫂子她这样做 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行了行了 大家都没有错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而着想 大家都是在努力地生活 但是做人一定要本本分分的 不要用贫富来衡量我们的亲情 亲情是温暖的 也是血浓于水 我们是一家人嘛 对吗 我的好地位 对 大姐说的对 今天中午啊 咱们炖鸡吃 但这只鸡只为亲行而杀 绝不为利益而死 走 杀鸡 对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无云遮住眼睛